Hello, 又很高興在這又見到你 我們又繼續學習怎樣去討告 上次我們用了主討文的結構 來做我們的討告 為大選討告 今次我就會用另一種討告方式 去示範給大家看 究竟討告裏面是發生甚麼事 留心上次在討告那裏 我們在大選討告 我們會由我們那部份 然後去到神那部份 有時我們會說 屬世的部份和屬靈的部份 其實都是同一意思 在大選討告就是由我們去到神 其實當討告的時候 其實就要從神的角度 又回到我們的角度 然後周而伏此 又上又下又上又下 其實在這個討告過程裏面 我們就會開始從我們的角度 又會去神的角度看 然後就由神的角度 又去看回我們自己的角度 那就將那個問題 就越來越釐清到 就是能不能夠找到 神的旨意 即是最好的旨意 以及人的最好的方案 連兩個可以同一時間結合 如果我們在這個討告裏面 找到一個 榮神億人的做法 為甚麼不用呢 通常都是我們 心急 即是很快很功利 就想著解決問題 但就忽略了神的看法 但亦都是 我們時時都有個好心腸 想做個神的看法 但是 又好像做不到出來的 喏 這個討告呢 就重要了 即是由我們的現實層面 去到我們的理想層面 由理想層面又回到現實層面 然後找一個最美好的答案 所以呢 今次這個討告呢 我們就由神的角度 走回到我們那裏 我們看看 喏 上一次在 為大選討告裏面 我們記得 在神那部份 其實我們主要都是講 外人如己 其實我們是一家人來的 還有呢 就是 我們其實是神的兒女 那怎樣在地上 將祂的特徵 在地上活現出來 因為我們都是神 用祂的形象做出來的 好了 那我們明白 啊 在這個討告裏面 我們已經明白了 原來神是說愛呀 合一呀 和祂的特徵 那樣 好了 那怎樣將這件事放在這個疫症上面呢 因為這一陣子大家都明白了 躲在家裡 因為都是怕了疫症的 那 有些人會想 啊 不如這樣吧 我們祈求上帝將這個疫症 用神跡這樣 一次過這樣 將它撲走 那當然是可以的 但是 我們亦都要想一下 不如的事呢 十常八九 如果每次都要想 要用神跡去除滅他們 那就好像沒什麼意思 其實可能更重要呢 就是究竟我們怎樣在這個疫症下生活 不要受太大的影響 在神的角度 我們可以想 究竟我們怎樣互相愛護 在這個疫症上面 在我們那方面 可能想 是否應該怎樣去大家互相合作 不要令到這件事更加難搞呢 這樣 好了 這兩個在我腦裡 就成了一個概念 然後呢 然後用我們的討告 將它們連起來了 哈哈 好 在我還未討告之前 我就將那六點 很快地講一講 等一會再討告的時候 你就容易些明白 究竟我在說什麼 為什麼我會這樣討告呢 第一件呢 就是 我們的天父 和他們的名 這一段呢 其實我們都是講我們的nature 即是我們自己的 即是怎樣表現神 在我們的生命中的特徵 所以呢 這個就是在天上的事 第二呢 就是講到祂的國 即是我們的合一 團結 就講我們的社區 第三 就是祂的旨意 我們可以想 如果主耶穌 在這個當時 當場 他會是怎樣去做的呢 這樣 好了 然後做到地上了 那我們每日用的飲食 當然在這個 疫情下 我們當然是需要我們的健康 也都要有 醫療用品 也都需要我們的日用飲食 到到饒書那部分呢 就是 就是 我們就可能很緊張 去保護我們自己 但是你發現有些人 不戴口罩 其實你有時會 批評他們 或者心不太舒服 這些人會這樣 不顧其他人 那這裏呢 要小心了 我們又要搖書去 因為呢 可能我們自己都 被人這樣看 有時有些脫漏 也有人會這樣看我們 好 到第三樣呢 就是試探了 通常呢 我們很喜歡去的地方 好像很安全 其實實質上就不安全 這種是有一種心的癮 叫做心癮 那就 總是想去某些地方 例如看電影 或者去公園 或者去買東西 這樣 就不覺得好像有問題 這樣 那這些地方要小心 也都有時呢 就是我們會和其他朋友出街 你發現他們不戴口罩 那你好像不太意思不戴 這樣 那在這個情況下 你就要有一個智慧 那其實你覺得應該戴的時候 你應該大頭大起 告訴其他你的朋友 可能我們都應該要戴個口罩 那現在呢 我們有六個方向 那我們就把它變成 我們一個個討告 好 按理開始 父啊 讓我們好像你這樣愛其他人 讓我們學習怎樣更愛我們身邊的人 讓我們不要太過著重我們自己的權利 也都不要好讓我們有任意妄為相害到其他的人 讓我們能夠將其他人的好處放在我們前面 不讓我們去強求我們的好處 讓我們的真性情 和去幫助其他人的時候 讓其他人見到 好讓他們將你的名榮耀 也都將我們在背後所做的好行為 讓人察覺 好讓我們有天上而來的喜樂 好讓我們知道 我們已經成全你在天上的特徵 活在地上如活在天上 讓我們更加容納我們身邊的人 讓我們能夠好好的去照顧我們身邊的人 讓我們去無懼的 和鼓勵去幫助我們身邊的人 尤其是那些受這個疫情影響的人 好讓這個社區不再受這些疫情的影響 尤其是那些已經有病患的 年老的 和去救護的人 和他們的家庭 讓我們有一夥愛人的心 和願意去幫助其他人的心 讓我們知道我們已經生病了 好讓我們可以離開人群 讓我們今天的健康 好讓我們去幫助其他人 讓我們有足夠的醫療設備 例如口罩洗手液 和其他的保護措施 好讓我們能夠保護自己 亦都可以保護他人 讓我們有智慧去保護我們自己 和我們自己的家人 讓我們日用的飲食 好讓我們將天上的旨意行出來 給我們更多的耐性 好讓我們有更多的耐性 去對待其他人 亦都遙恕我們的無知 正如我們亦都遙恕其他人的無知 帶我們離開危險的地方 尤其是人群聚集 很多細菌沾染的地方 讓我們有智慧和勇氣 去跟我們的朋友說出 我們需要戴口罩和社交距離 讓我們建立一個更加強壯的社區 好讓我們在這個困難裏面 學會怎樣保護自己和家人 予你的名德榮耀 阿門 好讓我們討告 亦都鼓勵我們 在這個疫情裏面 保守我們自己的健康 亦都保守他人 好,下次再見 拜拜